嗨 大家好 我是Leslie 今天我在我的电脑里面发现了很久以前 我做的一个内部分享会 我看了一下这个时间日期是2016年的12月17号 当时我记得我在一个公司里面做网马业务员 主要是做 主动开发这一块 就是为我们当时公司去海外去寻找 代理我们公司品牌的这种代理商 主要去开发这些国际代理商 建销商去分销我们的产品 当时我进入那些公司不是特别久 然后正好开发了一个客户 然后出了一个柜子 所以当时的业务经理就让我去做一下内部的分享 这个PPT就是当时内部分享时候准备的 所以今天的话我想把这个PPT给大家分享一下 当然话这个因为是2016年 也就是6年以前的内容 跟现在相比的话 当时的业务经验 还有包括技能 箭矢这些东西 都稍显自愣 所以大家就将就的看 可能也会有一些问题 但是我希望给大家 大概的参考一下 可能对大家有些启发 这个是当时的封面 就是内眩的主题 分享 不能叫内眩 就是分享会的一个主题 Business Development Tactics and Skills 主要是讲业务开发的这种BD 它的技巧和策略 首先第一页的话是Contents 是这个分享会的一个目录 首先是Define your ideal client avatar 是确定你的目标客户的画像 其实这个环节是非常的重要 有很多朋友可能在做开发的时候 没有花很多时间去做市场的调研 也没有能够找到自己应该要着力发力的这个市场 全球市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概念 就像我们去捕鱼一样 你如果是在整个水域里面去捕鱼的话 其实是非常难的 那你如果有人告诉你 或者说你做了一些调研 你知道在某一块水域 它的这个鱼业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那你把所有的时间去用到这个水域上面 那你能够捕到鱼的这个概念会大很多 对吧 所以我们开发客户一样 其实第一步不是马上去去搜别人的邮件 而是你现在确定你要做哪些国家 哪些国家是最可能出结果的 然后再看行业对吧 还有包括它的公司职位等等业务类型 它这个客户是什么样的客户类型 有的朋友可能他会把很多时间放在一些零售商上面 比如说在谷歌地图上面去搜 有很多这样的信息 但他们其实很多是零售商 他们并不进口 或者说他即使进口 他也是小批量的进口 可能并不满足你们公司的要求对吧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确定你自己的客户画像 我可以给大家去分享一下 我们客户画像的一些内容 就是你怎么样去找到 你怎么样去进行客户画像 对吧 然后你怎么样能够找到你的客户画像 以及我们客户画像表怎么做 对吧 这个我在我的linked 课程里面 其实有详细的讲过 那在这边的话 我就大概过一下 然后第二步 当我们确定了客户画像 明白了哪些客户 哪个地方的客户 什么样的样子的客户 是我们的目标客户之后 那我们再去开始进行 lead generation 对吧 就是去搜寻 那你有很多方法 比如说你用sales navigator 也可以 用谷歌搜索也可以 或者说你购买一些海关数据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商业数据 你都可以获得这样的信息 去根据你的客户画像 你能够拿到很多这样的满足 你客户画像的这个headlist 对不对 这个公司的这个名单 清单 然后你再去联系这些公司里面的正确的人 所谓正确的人就是说 跟这个决策相关的人 对吧 要么他是决策者 要么他是决策影响者相关者 那很多朋友他脑子里面就是 第一印象一定是联系采购 但其实很多行业采购并不是 就是去决定选择哪个供应商的这个人 有些行业里面他并不叫Sourcing Manager 或者Purchase Manager 并不是这样叫的 所以他的叫法 以及他不同公司的里面的一个决策 业务并不是说采购去负责这一切的东西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 可以用电话对吧 Contact Information 其实可能大部分的人开始是用邮箱 但其实现在的话打电话也是非常普遍的 对不对 所以确定好这些决策 相关人的联系方式 然后再去reach out 然后再去pitch 去说服这些人对吧 这是我们BD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那我当时我看了一下我的分享也是按照这个流程来的 然后我接下来我讲到一个就是销售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理论 就是销售漏斗对吧 CS Finder 这个就是我希望每一个不管你是做内蒙 还做外卖的朋友都应该要明白这个漏斗的含义对吧 那最上部它是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销售线索的这个词字对吧 然后呢你经过qualify的就是经过筛选和沟通之后 你可能有个大致的满足你要求的这些 然后再去联系他们对吧 然后有些可能有前景的 你跟他聊的比较好对吧 然后再去着重的去转化对吧 最后才是转化 所以你的开口越大 你接触的这个sales needs越精准数量越多 那么一层一层的流失和转化之后 得到最终的这客户就是越多对不对 这个是从我们卖家角度去看这个问题 那从买家的角度的话 他也有一个漏斗的过程对不对 他要知道你先知道你然后对你产生兴趣 然后他才有决策对吧 然后再采取购买行动 所以我当时写了就说销售 他不是说自然而然就发生的 他需要每一个阶段的努力对吧 不同阶段你净少的去减少 这个每个阶段流失的这个数量 那么你后面就这个数量会越多对吧 这个是我介绍了一个这个理论 然后就讲到关于怎么样去找到 这个满足自己要求的这些公司 有了些方法和途径 比如说谷歌的高级搜索 我当时应该是展开讲的 讲了关于如何去选择这个keywords 就是我们搜索的时候 这个搜索的语句该怎么去选择 还包括这些翻译对吧 怎么样因为有些小于总 然后我们怎么样去看别人的网页 分析别人的网页对吧 还有海关数据 B2B的平台一些Yellow Page 黄页对吧 然后怎么样去验证这些公司的信息 包括这个街景地图 这个谷歌的街景地图 它的官网 还有一些政府的网站 比如说一些政府里面也有一些关于公司注册的信息 公司缴税的等等这些信息 还有一些新闻 还有LinkedIn 还有Compass 这个平台在不在我不知道 这个以前我用的蛮多的这个平台 还有一些行业协会的网站 展会等等 就讲了很多怎么样去搜寻 公司信息的这些途径 OK 然后关于怎么样找邮箱的方法 对吧 包括whoischeckup 通过网站的这个whois注册信息 域名的注册信息去查找 对吧 这个是什么 the better 就是你在联系人的时候 你最好是找那些层级比较高一些的 对吧 不能找一些非常基层的那些人 他们做不了决策 对吧 他们也不负责这些事情 所以找正确的人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about us page 就一定要着重的去分析 这些客户的这个网站上面的页面 那些页面需要去着重看 好一些 这个是我当时分享什么google set operator 就是google的一个搜索技巧 set 然后指定特定的网站去搜索 对吧 email gazer就踩邮箱在这个网站 邮箱的验证 就是验证它是否是正确的 我们收到了之后 我们去验证是否正确的 还有通过linking和facebook Compass或者manta这些 这个也是当时美国的一个平台 我不知道现在还存不存在 OK 这个是我当时分享的这些工具 应该是分享一些工具技巧 第三步就是我们找到了这些决策人的联系方式之后 我们怎么样去联系对方 然后去pitch对方 我列出来的一些建议应该是 第一条是be proactive to reach out to everybody do not guess 当时写的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要非常主动对吧 去联系这些公司里面的人 当然其实不应该是everybody对吧 应该是一些重要的人 然后有选择现在去联系 be warm and considerate 就是我们联系的时候对吧 让对方感受到我们的这种真诚和热情对吧 还有这种抗拒周到对不对 就重点关注于客户而不是我们自身 很多人喜欢自吹自嗨 讲自己多厉害多厉害 但是对客户来说 客户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对吧 你要怎么样去把你的这个特点跟客户的利益 给联系起来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当时应该已经有这个意思了 就说你在联系客户的时候 一定要多讲跟客户相关的东西 对客户有什么利益 有什么利益点 有什么价值 watch out your words 就是你的邮件 你的句子一定要写得比较好 对吧 不要写一些错别字 或者语法错误 甚至一些不礼貌的一些句子等等 building relationships 要跟对方建立联系 建立关系 对吧 所以其实你可以去添加他的linking 或者一些其他的社交媒体 find out the USP of your products 就是要找到你产品的unique selling point 独特的卖点 对不对 provide value to customer 提供价值 call to action 就是我们在邮件里面最好是有call to action 就是行动号召 对吧 让客户知道你希望客户做什么动作 然后就是follow up 没有人说一封邮件就能搞定客户的 没有的 我们邮件发出去之后 客户可能很忙 或者说客户简单回复了 但是 其实我们是需要一个很漫长的follow up的 就是跟进的 你要有策略性的去跟进客户 然后慢慢的 客户可能才会答复你 或者说跟你具体的去聊一些更深入的东西 或者是聊订单相关的东西 所以不要特别心急 一定要有策略的 有节奏的去跟进 OK 这个是关于第三步的一些注意点和一些技巧 然后下面的话 我应该就是case 就是具体的案例 我把它取名叫做magic attachment 这个时间是2016年的10月31号 星期一 first contact via code email 当时我跟他没有联系 在网上收到的 然后发了一封开发信过去 快速看一下好吧 我就不念了 我把它稍微放大一点 可能大家可以看清楚一些 然后自我介绍 对吧 这里我使用了一个小技巧 我说我看到他的店铺 在墨尔本 到我在两周以前旅游的时候 他的这个红色颜色真的让我印象深刻 然后我就Google了下你的网站 然后读到了你的故事 创业的故事 他非常的inspiring 但其实我没有过去对吧 那我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是因为我真正做个调研 我在Google地图上面 看了他所有的店铺 他是一个连锁的店铺 所有每一家店铺 他都是红色大红色的这种外表 所以非常吸引人 所以如果对方看了的话 拉近我跟客户之间的心理的距离 为什么 因为第一 墨尔本 是他们的总部所在地 对吧 还是他的家乡 他看到这个词 他就会天然的放松对你的警惕 对吧 然后讲到他的这个店铺 这个红色 这个是实事求是的 对吧 所以联系的理由 看起来非常充分 其实是我编了一个故事 当客户看到这些信息的时候 这些词 关于这些RAID 这些STORE 他是不是就是 跟你感觉像有共同话题一样 会更多的想去看完 看后面的东西 对不对 然后我就讲到 我说的来意 对吧 我们在找代理商 在你这个市场 然后 我写给你信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我去看一下 你没有意向去拓展你的这个产品线 然后我坚信 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去增加你的这个营额 考虑到我们这个品牌的这个品牌的价值 对吧 Equity 还有我们这个顶尖的产品 这个就是说 我讲的就是我强调我们手里拿的牌 就是我们的品牌价值 对吧 品牌溢价 品牌价值很大 而且他们当时也没卖相关的Folding back 所以这样的话可以拓展它的产品线 同时的可以增加它的营业收入 因为考虑到我们这种品牌的影响力 对吧 还有产品 这是把我们的产品的特点和我们的优势 跟客户的利益点联系起来 对吧 然后我就说了一个call to action 对吧 如果你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的话 你可以联系我 我会非常开心的去提供 然后我希望获得你的回复 就这样一封信 其实看起来也平平无期 对吧 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讲的话可能太长了 但是因为第一 我的名字 我是找准了人 我知道他叫做名字 所以我使用直接使用了名字 他想去会非常个性化 而不是那种全发的 对吧 什么Dear Sir 心爱的先生之类的 用了这些跟他高度相关的一些词和信息 让收件人放松了对我的心理警惕 然后吸引了他的兴趣 往下看 第三是把我自己的产品的优势和我手里的牌和我的公司的优势跟客户的利益点相结合 然后是行动号召 然后希望对方做什么 希望他能联系我 希望他能回复我 对吧 OK 这份邮件是10月31号发的 然后第二封邮件是11月3号 就4天之后他一直没回复我 对吧 No response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follow up 第一个更新 对吧 然后我就发了一封跟进的邮件 他没有回复我 Lessly again 我明白你作为一个general manager 对吧 是很忙的 所以我不想去反复的去骚扰你 对吧 我没有收到你的回复在星期一的时候 当我那个时候我是想探寻合作可能性 所以我就问 Could you please give me a response 如果说 If not 如果你不感兴趣的话 对吧 Please me know as well 就是让我知道也可以 So I can't stop bugging you 所以我不再去烦你了 对吧 然后谢谢你的宝贵的时间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cliché的 对吧 一个非常那种典型的 然后非常老套的这种跟进方式 对吧 就是问他 你能不能回复一下我 不回复的话 我就我不想去打扰你 对吧 我想珍惜你的时间 你可以 如果你不感兴趣的话也没关系 你就告诉我就可以了 这种死皮烂脸的去问对方的回复 对吧 我看一下 下面 他回复了 对吧 4月3号 当天 10分钟以后他就回复了 对吧 Hi Leslie Thanks so much for contacting me Sorry for my slow reply I'm familiar with the Daiheng brand Yes we'll ask a few other people in the business their thoughts We'll have a close look into it and let you know all questions Have a close look into it 所以我看到他这句话have a closer look into it 然后我们或许 We may have some interest 所以他或许是兴趣 所以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面是感到非常欣喜的 因为我觉得至少他能够来考虑这个事情 而且他知道这个品牌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我像这种机会的话 我一定不能够去放弃 对吧 我一定要去持续的跟进 然后马上回复了他的一个邮件 对吧 因为之前的话 第一份邮件我是没有发这些产品信息的 然后我现在这时候 我说感谢你的及时回复 我把这个catalog对吧 发给你了 然后你可以去联系我 如果你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的话 那这个时候 他既然去跟公司内部的人讨论 他需要一些额外信息 那我们就需要提供这个信息给他 对吧 不要需要客户来问我 然后我主动的提供给他 这样的话 当他跟他公司其他的内部的人 在沟通的时候 他就有素材 他有东西去展示 而不是说就单单的讨论 什么东西都没有 对吧 所以把这个产品信息catalog 发给他们 他回复我之后 四天还是没有回复 所以我在1月7号的时候 我又发了很多信息给他 我说我希望你收到了这个catalog 四天以前 然后 I was wondering if you could give me some comments on them 我在等待你的回复 对吧 然后我表现特别 我表现特别体贴 对吧 Totally understand that it takes time and it's very important decision to add one brand to your current products range 非常理解 添加一个新的品牌 到你的现有的产品线上面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所以你要考虑很多对吧 我非常理解 so no pressure to set something up right now 所以现在没有压力 你不要有压力 我不是在催你说马上就要建立什么关系 或者说马上就要进我们的货 没关系 你可以仔细考虑 If there is anything that I can do for you Please let me know 就是说我表现非常体贴 对吧 只是一个友善的提醒 第二份这个follow up 去提醒一下他 他可能很忙 忘记这个事情 所以后面他回复了对吧 然后他在邮件里面抄送了 他的负责进口的两个员工 然后CC了 所以他会毫无压力的 Rob and Craig will let you know their questions and thoughts SAP 其实这两个人我马上就做了一些 在linked上面做他们的研究 知道他们的背景 然后知道他们的职责 对吧 因为自喜自闭非常重要 两个小时之后 Craig replied me And the result was not positive 他给我的回复 当然显然这个回复 把我之前的这种希望给破灭了 因为他回复说 The folding back category is fairly insignificant for us 就是非常的不重要对吧 对他们来说 就非常小的一个比例 年营额的这个0.03% 所以他可能不想去看 因为他这个占他们的生意的比例太小了 所以他不觉得这是一个huge opportunity 所以他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对吗 可能有些人到这里他可能就放弃了 觉得因为具体负责进口的人 他觉得这个东西不值得做 因为太小了这个生意 所以我就 那我怎么办 那我肯定要去提供一些有说服力的东西 去说服他 你应该去尝试一下 看来我当时的心态还是蛮好的 就是做一个销售 你一直要面对这种拒绝对吧 It's normal and you have to handle it instead of stepping back 然后呢我就在紧接着我就发了一封邮件给他 一封很长的邮件对吧 I did an internet research on the folding backs markets 我就在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 folding back的市场 做了一下网络上的研究 然后呢 Show him that there's a large market demand of folding backs and that how is popular there 就觉得这个Folding back还是在当地有市场的 而且我们的当时这个品牌 在当地是非常流行的 对吧 and competitor is weak there 而且我们的竞争对手在当地是很弱的 对不对 所以我就把我的这个发现对吧 然后我就回复了他对吧 然后把这个发现包括这个screenshot attached 就这个截图相关的截图放在邮件里面去说服他 我明白它是一个非常细分的category 所以呢它很容易被人给忽视对吧 但是实际上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意 有很多的潜力 然后I did an internet research 对吧 about the folding backs in Australia today 我今天做了一个研究对吧 然后我会总结我的这些发现 然后你可以看啊 然后下面我把这些主要的findings 主要的这些结论 然后用这个bullet points 一点一点的把它列出来对不对 Fold chain是什么对吧 放下来 这个是一个Google圈子的截图 也就是说在Google里面去搜索这个词的 在跟过去五年在澳大利亚对吧 它是比较稳定 大家看这个曲线是比较稳定对吧 没有说直接下降或者升升这种 然后Google Global Market Fender 这个里面对吧 在澳大利亚搜索Folding backs 它其实每个月有1600个次搜索 其实是很高的一个搜索力量 因为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其实它人口不多 对吧就2000多万人口 所以每个月有1600次平均起来 这就说明是有需求的对吧 然后包括Google Ads里面的这个关键词的一些搜索 大家把Folding back放到这里面去搜 然后看到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品牌词 加上这个产品品类词对吧 所以它这个搜索量也挺高的 所以说明还是有很多人在搜对吧 说明中端的在消费者对这个品牌 对这个产品还是有需求的 因为他说 因为当时这个产品经理他说 这个占他们的生意很小嘛 但是我们通过这些这是竞争对手的生意的分布 对吧 我发了这些市场研究的信息给他之后 我可能还需要一个trigger 我需要一个东西来帮助我去 相当于一个勾子对吧 让他上勾 那我就当时看到我们有一些这种 怎么讲就是一些促销的产品 比如说这个产品可能别的客户没要了 或者是一些库存对吧 那我就跟他讲我们可能有一个discount 然后把这个discount都放进来 然后把这个价格 这个是敏感信息对吧 所以我就没有我就把这个插出了 那可能我还放了一个正常价格 这个是促销价格 然后让他看到这个比正常价格便宜了很多 对吧 那这样的话结合前面的这些市场研究的信息 加上一个trigger 一个按钮对吧 一个勾子 让他去触发他的行动 4天之后 他回复了我 就做一个经一个S词的柜子 对不对 经过这个市场研究的信息 加上这个促销的信息的刺激 他还是想尝试一下 不想错失这样的机会吗 这个便宜很多对吧 然后呢 这些说明这些有需求可以卖得出去 对吧 OK 这个单后来就弹成了 第二个例子 我把它叫做Persistence paid off 就是坚持 最终还是有回报 我说了两句话 但是很傻逼的先两句话 If they did not reply to my email I would never take it as a rejection I just thought they were too busy 如果对方没有回复我邮件 我不会把它当做一个拒绝 我会认为他们很忙 以至于他们没有回复我 这个就很RQ心理对吧 然后 If a salesman only sent a cold email once and no follow-ups then it's better not to send them anymore It's just a waste of time 如果你的销售 你幻想着 只发送一封邮件 然后后面没有跟进 没有有节奏 有策略性的跟进 有价值的内容去跟进的话 那你最好是不要发 对吧 因为那个只是浪费时间 OK 这是当时的两个想法和观点 是放在这边 OK 然后第二个案例就是 另外一个人对吧 2016年的10月31号 我也是发了一封邮件过去 然后我把这个加出了 就是我找你的来意 说明来意把它加出了 然后跟进 对吧 然后第三封跟进 对吧 就四天之后 对吧 I hope you appreciate my professional persistence 我希望你能够欣赏我的职业上面的坚持 我删了两封邮件 然后你没有回复 对吧 所以我当时也感觉很沮丧 因为两封跟进之后 还是没有任何的回复 对吧 我感觉很伤心 很受伤 很愤怒 很失望 那我不会放弃 我不会放弃 直到他亲自对我说 不要再烦我了 和我们分手吧 对吧 这个很甜狗 甜狗心态 然后我看一下 九天之后 我第三封follow up 发过去了 王笑归王笑 I really do hope we can find an opportunity to connect zoom 我真的希望我们能够联系 然后11月17号 对吧 he finally replied to my email although the result turns to be not so good at least I heard it from him 所以他给我讲了些信息对吧 为什么 unfortunately 他为什么不做这个事情 等等 所以他提供了些信息 然后我就回复他 对吧 neverman 如果有其他的机会 对吧 我们可以讨论 然后即使我们生意做不成 但是我们可以做朋友 然后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联系 ok 那这个客户后来是没有搞定的 因为当时的经济形势 还有他们公司的决策 他们着重的发力点 跟我们这个产品不是相匹配的 所以他们没做 所以我们做业务 其实不是说特别的抢求 你一定要从客户的角度去看问题 客户有时候他们的战略 可能并不是放在你这个产品上面 他们有些战略转移 他们的战略的重点 他们年度的预算重点都已经做好了 然后对你这东西根本没有需求 这时候你很难去改变他们的战略 对吧 所以我们不用强求 世界那么大 客户那么多 所以我们就回到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销售乐斗 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这个 例子销售线索 把它做的更大更精准 然后每一个环节我们建立的去做好 我们相信最终这个成家的客户 他会变得更大 所以我们只能够控制一些 我们自己能够控制的事情 然后把每一个环节都经历的去做最好 然后我相信结果不会太差 ok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然后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拜拜